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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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的后来进化三种跳舞一点儿固承的 这个选择姿势做的 难度正面的东西 现在的姿势面画呢 做的也会像有的选手做的 是面前的 是的 他会有美感 不会觉得是为了追求难度而 就是做了一个难度 买了那个姿势 对 因为他练续转机转机 然后进入了 所以它是个重心 但好控制 好多意外呢 就是因为在重心的好控制 就是采用这个势的方式 是的 是的 二周半年万一 三周半年万一 也是在国家当中 会觉得有一次跳运 是三个连 三个的连 这样的跳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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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半程度 是一半程度做好难的 对 然后关于他们 等一会儿比赛结束了 我给大家讲个关于好课的小故事 我们已经把话筒拉到最大的了 我们已经把话筒拉到最大的了 我们已经用喊的了 整套节目 对 因为在裁判的评分当中 对音乐这个表现这一块呢 有一个评分叫用巧妙的动作去反映你音乐所表达的内容 刚刚关于行最后的那一个动作 我觉得就是特别符合这个规则 对这一块扣分和加分的这个要求 是的 我觉得关于行也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运动员 我们了解关于行的人 大家都知道 13年的时候 赵航博教练组队双人组的时候 就挑中了关于行 来双人组练习双人 但是就是一直因为他这个女伴的问题啊 始终没有确定 一直就自己在练单人 结果就造就了今天非常出色的丹华选手 就是应了我们那句东边不亮西边亮 对特别有趣啊 我觉得这故事也蛮励志的 所以说运动员不要放弃自己啊 就一定要坚持坚持你的梦想 是的 因为当时贾曙光老师一直带着严寒去世界各地这样一个比赛 可能也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留在家里练习的关于行 连续转三进入的后外截环三周 也是后外截环这个种类跳呢 起跳比较难的一个起法 因为它连续转体就要求选手对这个节奏和自己自身控制 对因为它是在旋转嘛 它有速度 就很难找好这个节奏 回放中的这个曲腿向后弯曲的这个大一字 对也是需要强硬力的这个控制能力 所以这两个动作就表明这个选手的自控能力很强 是的 关于行自己也很满意 对很满意 和贾曙光老师 对一直默默努力的一个选手 让我们记住来自哈尔滨的关于行 143.17分排名第二位 我觉得对关于行来说呢 他肯定也会觉得自己已经很慢